OK 好了 我们准备要来 谈一下 我们要来认识 最后一个独立批检定 应该是你们最常见到的 一种批检定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它的这个资料的研究 它的描述桶 我们来去重建 它的研究问题 因为它这个是 另外一班的学生 这班的学生呢 他那个老师有找两位TA 分别带同学 就是好像在做一个辅导课 然后辅导课完都会立刻做小考 然后他是要 那这个是 就假设这有两个助教 一个叫A助教 一个叫B助教 因为这个太难练了 就直接这样讲 那就是要看 这两个助教带的学生 小考成绩有没有差异 当然残忍一点也可以问 是不是A助教的比B助教带的学生还要厉害 那这个呢 因为是分组资料 所以还可以画一个箱形图或或者是小提琴图去给它分组画出来 那这个是它的研究问题 好然后这个独立样本剔检定的回归式有点点小复杂 但是也不难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面我只有丢了 除了一面像我只有丢一个叫做TutorCode 那为什么要丢TutorCode 就要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主要是 我必须 这个理念 共变相它一定要是连续的数字 所以我要把 A跟B两个助教 先把它转换成连续的数字 那我的例子是把它转换成 一个转换为0 一个就是 一个是用1来做代表 好所以这一个请注意哦 它现在有一个是可以画出一个不是水平的回归线 好那怎么这怎么说 首先你可以从两个地方看 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有示范很多次了 你可以把那个R跟R平方打开看出来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0哦 跟前面的单一样本跟 像样一样本就不大一样 好 再来就是可以简单的画一个散布图 那这个是我刚刚 我尝试画的 因为主要是它没办法画出 我看看它会不会画回归线 可以了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虽然这个版本就可以画回归线 你可以用这个探索性 你们的这个skate block去画出来 那就是我这里我就是把那个x 就是那个跟刚刚那个回归式一样 就是这个x轴是就是字面上是是助教代表 那y轴就是所有同学的成绩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所通过的点 就是各两组学生的平均成绩 所以其实独立样本T检定 在回归线性模型的世界 就是要去看这一个结局 这个邪律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不等于0 你看这个图 如果说我要能够判断 现在这个研究问题就是把它转换成统计问题 统计假设的话 就是要去确认这条回归线 它的斜律 它的回归系统是不是不等于0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前面的回归式的报表 它的 它的那个真正的P值 你们看到有两行 有两行P值的报告 真正我们能够写在报告里 也是这个TutorCode的这个P值跟P值 最后是第二行 这个才是我们要报告的 那所以它的回归 它的这个线性模型版的虚无假设 其实就是 我们知道那个回归系数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写成 那个希腊字母的贝塔 对不对 上次我们已经知道 这是贝塔 或是B 或你要简单一点 你就写英文字母B B等于0 就是这个代表说两班成 两班学生的成绩没有差别 那对立假设就是说 就相对于 就是说 这一个回归系数是不为0 也就是两班成绩是有差异 请注意哦 这个跟前面的单一样本 跟相一样本的线性模型不大一样 那不过适用条件的检定 还是一样的啦 就是可以做 在回归模型的状态 我们可以做那个资料的独立性 跟那个常态性的检定 这个显示就是说 是独立的 这真的是那个两班 两个助教的学生 彼此之间没有 就是并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也是各符合这个常态 这里符合常态性很重要 等一下会说 然后接着你们可以先用 那个独立样本 剔检定做一次 我先把这两个关掉 你们只要用 用那个 用这个 现在刚刚就只剩下 这一个还没有打开 现在用的就是 这个独立样本 剔检定 然后先做一下 students 然后你们会注意到 是不是它的这个统计值跟P值 那这里 这里我是只有做双册检定 我是只有检定说 就两组学生成绩是不是不一样 然后这个你们也可以注意到 跟前面的这个是一致的 就是P值跟P值是一样的 好 那刚刚那这里同样也是可以做一个 这个常态性的假设 那这里我就要稍作一个补充 这里请注意 你看这里的这个常态性假设跟 回归模组的事情 然后除此之外 它还有做一个变异性同值的假设 就是那个在电子书上次 在那个线性模型的 好 我再看我们 我在我们再看一下电子书 线性模型中的这个 适用条件里 也有一个就是这个 变异相等 就是LINE的E 就变异相等 在独立样本 独立组设计的这个状况下 这个条件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 那个 因为最主要是 这两组 就是 这两组 就是A助教跟B助教的学生 我们可以看描述统计 他们的这个变异数是各自 因为我们从光从 等一下 它这里是SD 我把那个变异数也算出来 就是 你看这个81跟33点 它真的差很多 对不对 我们就很难说 我们是必须要 一定要做一个变异数同值的减定 我们才能够确定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Students T 来去分析这资料 因为如果说 当两组资料的变异数 不相等 或者叫做不同值的时候 这个Students T的减定结果 是没有意义的 好 我再强调一下 如果说 今天你今天跑这个 Homogeneity的这个减定 P值是小于点零五的话 你这里的这个Students T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违反了那个 这一条适用条件 这个对独立体检定来说 变异性同值是天条 那如果违反的话 该怎么办呢 这里你们可以打开这个 Questus D 这个时候就要改做这一种 这一个Questus D 那你们应该会问 那为什么我不用那个线性模型 去做Questus D呢 关键在于说 现在有那个技术限制 就是我在你们的那个补充资料 也有已经加了一段话 就是目前Germovie 支援有开发出来的 一种线性模型套件 还没有支援能够逼近 Questus D的所谓的混合线性模型 那Questus D的混合线性模型 长怎么样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电子书里面 有做个补充 Questus D的那个线性模型 是长这样 我还用那个程式码才能够写出来 它是这么复杂 它不是只有那个一变相而已 它还要加一个后面有一个权重 那这个要加上那个权重的系数 它是属于你们用 就是我们用这个T减定模组 做出来的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我就在这里 目前用Germovie 我就只能够用这种补充的方式 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不过只是说 特别做的说明是因为 今天这个只是个 课程的演习作业的例子 但是在实际的资料分析中 碰到要用Whatsus T的状况 是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们应该要知道 当你真的有一个理念 你真的要用它来去分析真的资料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去选